我们知道东令进步经常会用到的东虫下草是非常珍贵的中药 而市面上也有一些生计公司研发东虫下草的萃取胶囊 不过现在却传出了台塘公司的东虫下草菌丝体 其实跟东虫下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事实上国内目前在这方面也没有明确的规范 业者不管是有心或者无意用了不同的东西 都可能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影响 就是这瓶台塘东虫下草菌丝体 传出采用的菌丝体其实跟原本的东虫下草无关 这种所鉴定出来的序列 跟这个西藏高原所采的东虫下草的序列 里面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性 透过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发现 台塘采用的编号36421的菌种 原来是寄生在东虫下草上的菌种 跟东虫下草本身的虫体没有关系 要开发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很简单就表达说 我们要开发东虫下草菌丝的产品 然后我们需要这个菌株 然后请你石工所提供给我们 结果石工所就提供给我们之后 还开了一个证明书给我们 所谓东虫下草是一种稀有罕见的中药材 中医古书记载 它具有补气益胜增强免疫细胞 还可以改善体质 除了一般中药材行有卖东虫下草之外 还有用萃取方式制造而成的东虫下草胶囊 不过这些目前国内并没有管理标准 为了避免不效业者榆木混珠 拿不是东虫下草的菌种来贩售 卫生署举行座谈会就决议 只要采用编号36421的菌种 就不能再用东虫下草菌丝体的名称公开贩售 称这个东虫下草是指有东虫下草的形体出来的 那个是中药材 那如果是用发酵的话 叫做东虫下草菌丝体 那这个的话就是用中华虫草的这个菌 才能够叫做东虫下草菌丝体 卫生署强调 由于目前还没有明确规范 因此台糖这款产品并不违法 未来会邀请业界学界等人士共同讨论 历清东虫下草的菌种标准 以保障民众的权益 记者赖水明徐启丰 台北报道